欢迎收听Coco早餐 音乐专案办公室的计划主持人 你现在在为政府做事 为大家做事 文化部竟然会有这个专案 让我觉得很吃惊 还不错吗 要做好的事情 显然我误会文化部 对不起我是开玩笑的 我们老文部长做了很多事 这个是文化部的影视 跟流行音乐产业局 所办的一个活动 叫做流行音乐专案推广 为什么流行音乐不是大家都会吗 从那个邓丽君开始唱到肖敬腾 那为什么还要流行音乐推广 因为大家好像 我觉得这也有点像 我有一天马莎说过 他两年前回中南部 然后遇到姑姑 姑姑就说 你要不要去找一点正当的工作做 因为广场歌赚不了钱 就觉得对你们做流行音乐 就是用搞这个字眼去形容 就是不把它当作一个正直来对待 但其实一个流行音乐产业当中 并除了明星产业那一块 比如说歌曲的经济版权 法务财管行销企划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块文创 它这个文创除了唱歌之外 作曲啊舞台啊什么 几乎都包括在里面 还有公播权啊授权的 这通通都是 所以很多人对于流行音乐这件事情 只看到很多大部分是 所谓的表面的那一块 光鲜亮丽的部分 所以文化局希望 文化部希望他们的这个 影视跟流行音乐产业局 能够透过你们的这个 流行音乐教育的活动 让大家知道流行音乐教育 其实它是一个文创产业 我觉得你的这个活动呢 应该在EMBA课程里面 我上过EMBA的课 不好意思讲哪个大学 就是国内的大学 上半天也没学到什么 那你是以流行音乐教育为主 对那但我要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好像现在CD销售不好 以为这个产业就整个产值往下滑 可能要不然肖敬腾怎么先编赋好 为什么五月天可以买豪宅呢 所以我现在要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去年光 台湾艺人在中国的演唱会的收入 前十名当中我们就占了七个 包括了五月天 王力宏 张惠媚 肖敬腾 蔡依林 苏打绿 还有滚石三十周年演唱会 他们光这七组的产值收入 是75亿台币 是哦 周杰伦没在里面 周杰伦去年还没有办学会演唱 今年才开始 对对对 是我们家小弟 才七个就这样 那其他的家总起来的话 早就超过一百多亿了 那所以这个流行音乐教育 你们是到大学里面去做讲座 目的是什么 最主要是希望第一个就是让同学了解 在流行音乐除了那个光环之内之下的 还有哪些东西 所以他周边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士 可以培养起来 你如果不会唱歌 不像肖敬腾那么酷 不像周杰伦那么有创作天才 不像蔡依林这么会跳钢管舞 你还是可以在流行音乐事业里面成为一员 没错 尤其像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演唱会经济 演唱会经济所带动的是非常大的一笔产曲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个表演的时候 后面有很多的动画 或者所谓的这个mapping projection mapping 投影 或者是利用3DLED去做出的变化 他需要很多的动画设计师 视觉设计师 舞台的这些设计 音场 灯光 光是灯光 打灯光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学问了 对 所以办一个像我们那个Hedo Radio的 那个每一年的排行榜的那个活动 今天我们看完之后很多人都说 哇这个比金曲奖好看多了 对就规模很大 对 其实它中间是一个产业 对不对 是一个产业链 对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就是说 除了让学生了解这一件事情 是可以去作为你人生的一个选项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了很多世界各国 包括中国大陆的一个survey 其实台湾居然没有一所流行音乐学校 甚至连个流行音乐学系都没有 接近的只有一个叫应用音乐系 但都还是以传统古典的为主 我们是以华文 华语的流行歌曲 流行音乐作为一个台湾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 但是我们连个学系都没有 现在各学校没有流行音乐学系 他们是不是认为就像我们以前要读新闻系 觉得新闻什么好学的一样 会有这种概念 其实还蛮强烈的 可是我们大学已经太多了 所以就是让有一些学系去思考 是转型成立这样的学系呢 或者是说设立一个组这样子 对流行音乐组 对 或者是流行音乐变成你企业管理的课程当中的一个课 对像我最近的经验里头 像中山大学就想要在管理学院里办流行音乐产业学系 所以 对那诗大比如说他们的表演艺术系里头 想增加流行音乐 诗大表演艺术系做得非常好 对做得很好 所以就是说其实是有一些学校 是对这件事情是重视的 OK 好 那到时候肖静腾就可以去当教授 那还得了可能有一千人要去 那五月天那个阿信如果去当老师的话 哇 那个学生也会挤破头吧 这不错也让大家好好学习一下 因为听歌也有学问 是啊 对不对 看流行音乐的表演 你不是只是去拿的那个小荧光棒啊 没错 真的吼叫 而且其实在我自己教课的经验当中 我的课程安排里有包括 比如像古典音乐跟流行歌曲的教会 古典文学跟流行音乐 其实是有很多关系在里面的 你在里头可以学到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流行音乐的第一阶 永兴你也是军举奖的 都好几次都评审嘛 对不对 那你所做的这个流行音乐教育的这个专案 基本上这是文化部啊 这个委托你们做的 而且他们是旗下的影视跟流行音乐产业局 这个过去是属于新闻局的 对过去是新闻局 OK 好 他们呢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虽然我们对卫福部有意见 但是我们 请鼓励我们一下 其他部会还有做事情的 文化部是有做事的 我们要公道一点 那袁永兴呢 所这个承办的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呢 就是办理的是流行音乐教育 这个活动 那你们这个活动呢 是跟到几个大学去做不同主题的演讲 我先说一下 就是这个活动设计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是把这个音乐的讲座 跟mini gig mini演唱会 二合为一 叫做音乐讲唱会 一边讲一边唱 都是你吗 上半场是讲 后半场是唱 那你后半场也要唱吗 我没有没有 我后面只主持人 然后唱交给会唱的人唱 对对对 所以叫做讲唱会 总共有四场 那上个月我们办了两场 第一场在成功大学 我们办的是乐团的经营跟规划 我这个就是一门大学问的 因为台湾有非常多的新生代的乐团 一直在出现 对 所以我们找了像1976四分位TZ拜来讲 然后请今年德国金曲奖的爱黑白领 还有肌肤乐团 还有哈续乐团来唱 在现场唱啊 对对对 就是在台南的成功大学 对在台南成大 然后隔一个礼拜 我们在中山大学 办了一场音乐里的创意人生 请来了JJ林俊杰 那我们想说让林俊杰有一些不同的表现方式 所以后来加了欧开合唱团 就觉得这样的混搭很有创意 后面我们请了Easy Finn和宇宙人来做表演 这都是已经主持过的 你们的音乐讲唱会 所以你们这一波的流行音乐教育 这一次 这是第一次文化举办 第一次办 用音乐讲唱会的方式来进行 有不同的题目 没错 那学生反应怎样 像陈大的同学就对于乐团这一块的了解更多 反应非常好 那中山大学那一场是爆掉了 是哦 林俊杰吗 连我都想去 然后反应非常非常好 而且一直得到很多同学的feedback 就是说希望再多办一些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机会这样近距离的接触 那通常到校园活动 可能就是后面一个大图输出 然后摆个沙发 然后几只麦克风 我们是租了300寸的P-10LED荧幕在后面 然后加了很多灯光 为什么这电视台不转播呢 我觉得光跟演员跟歌星在那里对话 其实没什么意思 你这个 当然我不是讲别人做的不好 那个也很好啦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这个比较立体一点 主要还是因为文化部 他有规划这个经费 让你们做的还不错嘛 对不对 我们就想说把这个整个规格 然后整个的想法都能够更具体的呈现 所以他有企业经营 有如何欣赏 还有如何成为经营人 对对对 都有 那接下来在台北 接下来就是下个星期 对下星期三 11月13号 在政大的艺文中心 那这一场讲的是 女性创作歌手的音乐之路 OK 谈的就是女性音乐工作者 在华语歌坛未来的走向跟定位 现在有个女生比较红的 叫张璇对不对 她好像那个时间不在 她如果不能去大陆演唱的话 可能可以再跑完 这个还有两场 前面这两场叫做 好棒哦 这个题目 乐团的经营与规划 已经讲过了 第二个是音乐里的创意人生 音乐里的创意人生 讲的是 讲的就是说 在一个音乐工作者当中 这些歌曲被创作出来的过程 可能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影响 OK 对可能来自于电影 可能来自于动漫 电玩 也可能来自于 离乡背景的成长经验 所以创意的发想 听的人他可能从中 可以有一些灵感 将来我怎么样从事创意 他怎么在一个人 解构了他自己的创意的元素之后 自己重新结构属于他那一部分人生的再创意 哇哦 好棒哦 那接下来还有两个 一个是女性创作歌手的音乐 女性创作歌手 我们请黄运玲 李星云跟戴佩妮 对 请她们来弹 那表演的话 我们就找新生代的女歌手或乐团 像苏佩卿光影琴 还有熊宝贝乐团 来唱 对 那最后一场是 11月21号 世新大学 那世新大学 我们谈的是 说音乐的人 也就是说 其实长期来 广播DJ 这个谈音乐 说音乐扮演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所以像我就请了好朋友 正开来啊 就光批他们来谈 所以你是主持人 规划人 对 然后主讲人是 专业人士 表演人也是专业人士 非常完整的规划 怪不得这么古本的文化部 会交给你 办这个活动 8点4 106秒 马上回来 好 我们在现场为各位 所邀请到的是 资深的音乐DJ 这个袁永鑫 也是我的好朋友 这个永鑫 他这个对流行音乐的理解 非常的 这个投入 而且还做过 金局长的评审 等等 那我刚才提到 卫福部虽然让人失望 可是文化部 好像还真的有在做事 好 龙部长 加油 他的这个影视跟流行音乐产业局 进行了一次流行音乐的推广 而且这流行音乐要推广 大家会觉得很奇特吗 不唱歌吗 但是流行音乐背后其实是一个文化创意产业 是一个事业的经营 而且还是台湾的一个核心价值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在我们这么长期以来 从校园民歌年代到现在三十几年来 对 对我们其实这一块东西已经是一个很引以为爱的文创的一个内容了 对 可是却一直进不了 比如说像学校教育 不登大雅之堂 对 但是因为没有推广好 其实我们做那么多 现在你知道我们的食品营养的学程 课程像高雄餐饮学校啦 或台北的几所学校做餐饮的都好风光啊 对不对 那你刚刚提到原来我们没有流行音乐系 也没有流行音乐组 对都没有 我们大学校长们应该赶快想办法 不晓得他们对流行音乐是不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像阿信这么优的人 他可以做公事董事 他也可以来做这个流行音乐系的 阿信有一阵子还到我们家上课 哦是哦 参加你们这个活动 多年前就是他提前就是从部队下来 然后我们家上了一段时间的课 哦 OK 因为他是跟我说那个 那个永兴给我很多音乐 其实来龙去脉不了解 所以我就把他规划了 比如说从蓝调民谣乡村到另外 说阿信去跟你上课啊 对对对 你现在在政大有上课 我现在在政治大学跟中山大学都有课 都有课 就教流行音乐吗 教流行音乐和视觉效果的技术混搭 哇 嗯 太好了 这个有机会我们也请永兴当我们的老师 因为流行音乐表面上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在KTV拿起麦克风 但是背后它是非常深厚的这个一门学问 如果我们把它扎根扎下去的话 我们才可以称为是华语的流行音乐的教主之导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个活动文化部做的这个影视产业 这个流行 他们叫做影视级流行音乐产业去做的还不错 这局长我不认识 我没有隐私 我不知道是谁 这个 永兴呢 你们所以你们这个流行音乐教育的推广是今年第一次 第一次 因为文化部刚刚成立没多久吗 呃 去年成立的 对那我今年开始进入这个单位和就是规划了很多的活动 我们其实在夏天七八月的时候做了三场的产业内的座谈 所以比较没有对外 就是产业内for唱片业啊for音乐圈 那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有规划一场叫音乐新思维 那那时候那个活动没有唱只有讲 那请到的是中世芳老师跟倪丛华逆桑 跟吴静吉老师和五月天的怪兽马莎对谈 他们这几个都对流行文化是很有想法的 对那时候我们就希望说从不同的很切面去看待流行音乐 以后有什么样的新的可能 你对这个华语的这个台湾的流行音乐被大陆追 追追追追追追追着竞争啊 你悲观吗 我其实不悲观 你觉得我们还是有实力的 我在做这么多的调查当中 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他有很大的规模经济 跟一个所谓的动能 经济动能 市场大 对市场大 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所谓的创意的部分 比如说他很多的电视节目 其实把流行音乐当作是一个工具 然后去买其他国家 韩国或欧美的版权 然后叠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在中国大陆可以行得通的 一个business model 对广告市场很大 对但是他的original的部分 真的没有多少 你这意思说他没有他自己的深刻的 代表本地的文化根基的东西 接下来连他们自己都说 他们是所谓的后资本主义化的 社会主义修正路线 在做这一块事情 我们的流行音乐的歌手 比方你说像肖庆腾 有种杨忠伟这些 靠选秀就可以出来的赛也不简单 对我们有源源不断的 这种人才的来源 其实包括杨忠伟也好 肖庆腾也好 他们不管是跟 不管唱李宗盛写的歌 制作的东西 或者是台湾创作人写的东西 基本上他们虽然是透过 素人歌唱选秀比赛出来的 但是他们的歌曲本身的生平率 是original的 跟大陆大部分几乎都是在cover tracks 就是唱以前的人已经创作过的东西 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换言之 其实我们可以 让这个原创的力量 一直持续走下去 是因为我们多了一个生命力 它一直在有新的东西出来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 他目前在电视产业 跟音乐产业的这一块 做的只是再一次使用 reuse 并没有创意 并没有真正的创意在里头 你说像陈国华 他们这些人都到大陆的电视台去上班了 对不对 好多人都被吸过去了 这个电视台 浙江电视台 湖南电视台 江苏卫视台 他们都好大的一个制作的市场 吸纳了我们很多人 所以大家觉得很忧虑 但是永新没有被吸纳走 他是在台湾 帮忙做我们的流行音乐教育的推广 那流行音乐教育可以不是那么枯燥的 所以音乐奖唱会你们还有两场 是13号晚上的6点半 在我的母校政治大学 我们正大什么时候有个艺文中心了 你多久没回母校了 在山上是 是顺文厅吗 就那附近 好吧 大家去查就知道了 然后在21号 就下下礼拜四 陈平的母校 我们气质 萧陈平的母校 世新大学大理堂 那天的表演歌 歌手是佳佳跟苏宁 佳佳跟苏宁 对苏宁 然后那个 在正大的歌手是 熊宝贝乐团 跟苏佩卿 还有光影星 对对对 那主讲人这个女性创作歌手的音乐制度是 黄玉玲 对跟李星云 还有戴佩妮 对 这几个我都认识耶 真巧 你有关注我们很感谢 OK好 那在世新 一个是13号在政大 一个是21号在世新 那世新是讲 都不用锁票 说音乐的人 都不必你到现场去就可以了 我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讲不够的 我说 我说观众啊 那个爆满的话就站着吗 其实我还蛮希望看到爆满的耶 爆满蛮好的 下次你把张璇找来好吗 我打个电话给他 张璇这个人他会拿国旗出来 你吃惊吗 我不吃惊 因为我两年多前跟他去法国巴黎跟坎城参加国际唱片大展的时候 聊了蛮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他这些都都很像他 我认得的是他爸爸 不太好意思 我是阿姨 不敢怎样 我们的流行歌手不只是娱乐人的人 所以流行音乐不只是娱乐事业了 当然不止 我觉得他里面有很多的力量跟很多的精神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袁永鑫正在努力的帮助把这个力量跟精神凝结在一起 最好有一天有一个流行音乐戏 你去做戏组 没有没有我不敢 OK台大赶快演习音乐戏赶快成立 谢谢永鑫